各位电脑前手机前的新东方在线的亲爱的同学们 你们好 我们现在一起要聊到的是考研阅读理解英语2 2014年最后一篇文章 那么这个文章是政治政策类包括经济结合在一起的文章 谈的国家是英国 英国有个倒霉蛋 经常在英语1英语2当中出现 出一回大伙骂他一回 英国财政大臣 OK 英语1咋骂的呢 他改革了英国的福利制度 字面上说 不给那些懒惰的人 以依靠政府的机会 这帮懒人你们不找工作 对吧 政府养着你 这对纳税人而言是不公平的 而作者一定是什么视角 你们疯了 上帝视角 现在是政治类的 对 反政府嘛 批判嘛 那他批判政府 就说这个英国财政大臣 臭不要脸 对吧 英国一个星期 才给这个70多磅的 这个补助金 给那些失业者 本来就已经很抠嗖了 这样的方法是反对的 所以呢 这篇文章里边又谈及到了类似的人物 一般这人物一出现 基本都是倒霉蛋的角色 那我们来看到这篇文章 第三段 讲的是什么 When the government talks about infrajection 大家注意啊 infrajection 什么意思啊 基础设施 contributing to the economy the focus is usually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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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不知道 一旦usually出现了 作者讲的必然不是usually的 因为这句话翻过来 叫当政府去谈论 促进经济发展的 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的时候 通常会聚焦在 聚焦在哪啊 focus 聚焦在 rails 公路建设 railways 铁路建设和broadband 什么意思啊 宽带 对吧 还有energy 还有能源 英国的基础设施建设 据我观察 铁路 宽带 照中国能差十年 不止 宽带肯定是差了 OK 就咱们现在在中国的大城市 几乎都可以享用到4G 如果家里边的宽带 那速度更快了 对吧 对我们而言 拿个手机 用流量看个电影 对吧 都不是什么大事 你要是拿着手机到英国 甚至到美国这样的国家 你会发现 巨漫无比 一栋互联网 绝对没有中国发达 这是真话 因为我只要一出国 国内的直播客就受到影响 因为这国家宽带发展太差了 我直播信号过来根本就不行 那有人觉得是不是老师你上的网站什么中间又经过各种服务器在地球的另一端不是那回事 就是他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好 其中背后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原因 我说出来你们可以不同意 你们可以自己去探讨 是因为他的通讯行业不垄断 啥意思呢 这一个通讯商 那一个通讯商 大伙互相掐 降低成本 怎么样 但是呢 他只要达到一个客户可以容忍的程度 他就没有必要把带宽干上去 懂我说的意思吗 中国可不是 我今年四季明年我就上五季 国家战略 明白吗 我战略 所以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没事也骂中国移动啥的 对吧 但是现在时间久了 我渐渐发现很多看似合理或不合理的东西 需要你从不同的体验跟视角去理解 那英国我的妈呀 发个照片你就看吧 百分之一 你先说会儿评 吃完饭了 百分之七 对吧 再过一会儿 你有尚未发送的信息 哎呀 我都疯了 所以其实国外没你们想的那么好啊 那英国的铁路就更不用说了 看个球 从牛津出发去曼车斯特看曼联的比赛 就那么点道啊 在国内高铁 一个点肯定 搂一来回 在英国坐了六个点火车 广当当 所以我就 疯了 我今天在北京路 然后明天要到上海上课 做复兴号 复兴号 复兴号现在设计的时速是可以三个多小时就干到上海 对吧 从北京到上海 这在英国人根本想象不了 对吧 那么就等于我们弄个火车一个点全境爱哪哪了 对吧 因为本来国家它就小 好了 说到这儿 补点常识 让大伙稍微乐呵乐呵 因为学习挺累的 说我们只要一谈及到基础设施的时候 通常谈的是公路 铁路 宽带 还有能源 住房 很少被提及 对不对 叫做housing is seldom mentioned 那你告诉我这个作者要讲啥 当然要讲住房 对吧 作者疯了 说住房很少被提及 那我们也不提了 对吧 第一段就是给了你一个大的方向 好 紧接着 看第二站段 why is that 说为什么会这样呢 哪样啊 为什么住房很少被提及呢 to some extent 画上背起来 且做时候 轻取用个招 是不是叫 就某种程度而言 对吧 to some extent the housing sector must shoulder the blame shoulder 是不是叫承担负担的意思 说在某种程度上 房地产必须担负这一责难 因为blame表示一种批评责难的意思吗 说房地产品本身必须得担负这样一个责难 we have not been good at communicating the real value that housing can contribute to economic growth 所以我们一直都not good at doing something 是不是叫不擅长做某事啊 我们一直不擅长什么呢 这种真正的价值 什么真正的价值 房屋给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真正价值 我们一直都不善于表达这事 再往下看 then there is the scale of typical housing project 还有就是一般的房屋项目的这种规模问题 it is hard to shove for attention 是不是叫做我们很难 shove attention for something 是不是叫做用力去关注某事啊 因为这个shub它本身在这里就可以表示一种用力推使劲 for attention among multi-billion pound infrastructure project 所以咱们这么来翻 说在十几亿英镑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当中 它很难迎得关注 这跟我们中国人的常识好像不那么太一致 我们总觉得房地产是对于经济增长太重要的一件事了吧 都不能说太重要 房地产崩了就都崩了 对吧 但是在很多其他的国家经济结构可能与我们不一样 英国还不严重 我告诉你哪最严重啊 我有一个学生在德国学建筑 我说那么好的地方 你想德国的教堂对于工科的这种严谨的程度 我说你这专业太好了 对吧 我说你最近有什么项目 他说不用说我了 我老师都十年没项目了 我说啥意思呢 他说developed country的意思就是发展完了的国家 发展完了还盖啥呀 我说那他没有什么旧房子需要再盖吗 他说德国人盖的房子一百年不倒 他说不倒你盖啥呀 我说那你改造 他改造又不是我们的事 engineer去做 建筑师不怎么太参与 说大伙终于抢到一个新的车库的项目 整个大学昏乎雀跃 我们要盖东西了 要一个现代化的立体的车库 这帮教授十年没盖过房子了 听懂了吧 哎呀 现在冲过来说我们要怎么设计 盖出来真好 因为他们没盖过房子 特别渴望 那developing country在中国这样的国家 是不是挺牛的 你三天两头就看见有座楼起来了 对不对 过几天那个趴了 对吧 还得盖 所以很有意思这个事 那么我给你从背景上解释了 为什么英国的房地产 它不容易在基础项目当中引起关注 因为它有大规模的铁路的翻修 有大规模的宽带的推进 但房地产在这么大的基础设施的建设的盘子里边 就显得怎么着 不能说叫微不足道 但也不那么引起人们的关注 懂了吧 差在这 所以这个吧 我不给你讲背景 你还理解起来确实 有那么一点费劲 在我下看 说它很难 您的关注 说 说这事是不可避免的 什么事不可避免呢 什么事不可避免呢 是不是关注在其他方面这事不可避免 因为房地产涨的 不是那么太大的一块银 懂了吧 你就想啊 德国都不建设房子了 对吧 都没啥好盖的了 好 那你再往下看 我这个第二碗容易把电脑前同学吓着 强转折 but perhaps the most significant reason 是不是给了原因 说也许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is that issue has always been politically charged 是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是 这个始终是政治上备受责备 那我问你在作者眼中 在作者的眼中 哪个地方相比较而言 他更加是 房地产 这个被轻视的原因 究竟是其规模过小 还是政治因素 是不是政治因素的可能性怎么着 最大对吧 好 我们再往下来看 再往下来看 下面 跟我一起来瞧第36题 36题说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housing sectors 叫作者认为住房部门咋地了 A选项 吸引了很多的注意 说法了吧 第二个选项 涉及了某些政治因素 对了吧 C选项 shoulder too much responsibility 原文当中确实好像有shoulder something 可是原文当中shoulder的不是responsibility 他shoulder的是谁 回答我 blame 对吧 他受到的东西是什么 是blame 是责备 不是责任 差一个字 意思差不少呢 最后一个选项 已经丧失了他真真正的价值 他丧失真正价值了吗 没有 正反混淆 无中生有 所以正确答应该选的是 第二个 好 这第二个选完之后 我旁边写这么一个词 你知道我想说啥吗 是不是自然断的强转折里 给出了答案 这but太重要了 这but很重要 好 我们再往下来看 never the less 然而 the affordable housing situation is despair 同学们 你知道那个affordable housing 什么意思吗 自卖的含义是不是叫做 能够负担得起的 那啥叫能负担得起的 经济试用房 很好 你们可能会奇怪 说在英国也有经济试用房吗 有 因为这事啊 在大课上差点没跟司机干起来 我也嘴欠 我们的车从机场往伦敦市区里开 那你想作为老师 是不是就开始给学生们介绍了 大家第一次到英国 我说给你看 首先第一点 咱们开车是不是左侧通行 英国是右舵车 然后人们坐在副驾驶是在左边的 跟中国相反 跟那个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一样的 为啥知道吗 为啥 因为英国就跟法国对不上眼 明白吗 法国征服欧洲全境 说全够来右边 英国终于独立 改改 我妈你自己落进来 懂吗 你到法国去 就跟咱中国那边是一样的了 美国左舵右舵 跟中国一样 对 然后呢 在开车呢 我就给学生介绍了 说你们看啊 首先司机的位置不一样 我经常打车 有的时候一开门 司机在那 法律中看我 然后在那边去 然后呢 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公寓 一层一层的啊 然后呢 就跟咱中国那个 新兴起来很高的住宅楼一样 我就给学生讲 你们看啊 我讲了你说 我就拿汉语讲就得了呗 嘴欠 看这个 我们叫Affordable House 哪个词 是不是现在我讲哪个词 Affordable Housing 是英国政府专门给谁的呢 The Poor 一个德后面加上个Poor 一类人吧 The Poor 然后开始再给他们介绍 那这帮人 他们Subsidize Be subsidized by the government 就被政府所供养 OK Most of them are lazy This order 这玩意怎么着 有点懒 对吧 而且呢 还不诚实 听懂了吧 司机就开始瞪我 司机说 I live there 你听明白了吧 然后呢 我心里边都想着 然后就可以学生解释 You know most of them But some of them are hardworking and excellent and good people 所以以后说话一定要小心 其实呢 就是政府给哪些人呢 社会的中下层 他自己买不起大的house 他就给你弄一个flat flat不就平层的玩意儿吗 就咱中国人 咱们住那个小区 因为英国人住的都house居多 那家里边有前院有后院呢 种的树啊 种的花 很漂亮的那个house 明白吧 都是就两层小楼 而且这两层都是自己一家的 一个独立的 明白吧 有两层的 有三层的 家里边再有钱 那就多少层都有了 你要说就一层的 你就挺穷了 你要住楼里 楼里 听懂了吗 政府就觉得你看 都住在楼里了 他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他实际上是给哪部分人用的呢 社会的相对底层的叫 affordable housing 这回大概懂了吧 所以这个背景不知道 你还是真的理解起来挺费劲的 说然而不幸的是 这些经济适用房状况令人绝望吧 waiting list increase all the time 是不是等着到房子的人 那名单一直在增加 and we are simply not building enough new houses 而我们建设的房子怎么着 不够多 对吧 其实中国经济适用房 也面临类似的一些 尴尬和矛盾 对吧 即使在今天的北京 也有很多人可能住在 相对比较 有小小小爱房的有吧 还地下室什么的 其实都挺不容易的 往下看吧 第四战断 The comprehensive spending review offers an opportunity for government to help rectify this 是不是叫做 comprehensive spending comprehensive这个词叫 综合性的 综合性的 综合性的消费 review 抬头 综合性消费的review 叫重新看一回审查 听懂没有 这种综合性消费审查提供了一个机会 给谁提供机会啊 给政府 给政府提供机会 能干嘛呢 reactify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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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画上 能够帮助政府去reactify this 去修改 这个 修改哪一个 修改哪一个 是不是 等房的人一直在增加 we simply don't build enough house for the people on the waiting list 好 咱们再看 this needs to put historical prejudice to one side 这需要我们把历史的偏见 放在一边 and take some steps 去采取一些方法和措施 去address our urgent housing need 是我来解决 处理 你还记不记得我讲过address 除了表示地址以外 还有两个意思 处理是我之前讲过的 最近的一个意思 再往前倒 address是不是叫发言 还记得不 所以在这里 说我们需要 政府把历史的偏见 放在一边 采取一些步骤 来解决 我们对于住房需求的 这种紧迫性吧 ergent 好 第三第四段读完 跟我来看 第37题 根据文章 我们可以得知 经济试用房咋地了 A选项 增加了房屋的供给量 常识判断 我们会想 经济试用房 只要一盖起来 肯定房屋供给就多了 这是你自己想的 原文可没说 第二个选项 说提供了消费的机会 符合常识吗 符合 能选吗 不能 原文没说 C选项说 他遭受了政府的偏见 对不 咋不对呢 看黑板 看啊 大家看黑板 说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消费提供了 这个消费审查提供了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能够让政府去改变这个 对吧 你还记不记得我说这个是啥来着 这个是不是就是上一个自然段的经济试用房不够的事 记得不 能够改变经济试用房不够的事 然后他需要我们去怎么着 把历史的偏见放在一边 然后让我们用一些步骤去满足人们对于经济试用房的紧急需求吧 所以当然是有偏见呢 因为原本用的是prejudice 选项里用的是biases 对吧 所以选C没问题 好 最后一个选项 说经济试用房让政府失望 屋中 生有 好 37题 选出来了 咱往下看 第五个赞段 There are some indications that it is preparing to do just that 是不是有一些indication 迹象 表明什么呢 表明it is preparing to do that 是不是他们打算这么干了 紧接着说 thecommunity is minister minister这词给我花上 好 在经济类文章里 只要谈到一个国家的这个minister 那个minister 总理大臣 在德国叫总理 在英国叫大臣 听懂了吗 叫minister 说这叫社区吧 社区大臣 第F 他已经hint hint是谁啊 这就我说的短媒单 英国财政大臣 叫做乔治 这个奥斯本 说 这哥们已经暗示 英国财政大臣 Chancellor for for exchequer exchequer 是财政部 能源部 财源部 不是能源部 财政部 老师给你花框了 Chester 大臣 说 may introduce more flexibility to the current cap on something 首先我来问各位 introduce some more flexibility 是不是叫做放宽 增加灵活度 对吗 在什么方面 current cap on the amount cap是什么意思 cap是帽子 那总量的帽子 什么东西 总量的帽子 叫地方政府 可以borrow 来借贷的吧 来对抗他们的 housing stock debt 来对抗他们的 这个房屋股票 房屋债务的 这么一个借贷的总帽子 是不是叫上限 总额标准 这句话翻译成人话 叫可以放宽 地方政府 在这个建房借贷时的 最高贷款 蒙圈了吧 来看我给你讲 我这是英国的约克郡 明白了吧 我这郡有啥呢 我这郡有 巨石镇 草上上啊 大草坪上 好 那么多有历史丰厚一级的东西 我们这镇上呢 还有一帮 没地方住的 这帮没地方住的 是不是找政府 政府我要住房 对吧 他还可以游行啊 你帮我住 我弄个帐篷 我天天在政府门口带着 对吧 舆论的压力 政府说那行 我们盖房子吧 一盖房 政府没有钱 政府上哪弄钱去 借钱啊 对啊 borrow 可是呢 英国财政大臣说 每个政府最多可以借五块 那我还盖什么房呢 五块钱我盖啥 对吧 我要求你去给我更多的 flexibility 灵活度 在什么方面 在当前的这个总量 对吧 上面那帽吗 什么东西 总量的那个盖 怎么样 要放宽 什么样的一个总量 叫地方政府可以借贷的 说白了 我地方政府这回 把原来的五块钱的现额提高到 五十亿英镑 对吧 我现在先把钱借来 我先帮你们这帮穷人 把房子盖 经济使用房 是不是解决问题 问题是什么 想要先上门 还有很多人 on the waiting list 对吧 还在那个 这个等房的那个 名单上的 下面 说 evidence show that 证据表明 会有六万多个新的home would be built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对吧 在未来的五年间 会新建六万多个 多套住房 然后呢 if the gap were lifted 是不是 如果这个总额被 lifted 上调 对吧 那么就会增加GDP多少 百分之 零点六 好 38题 根据第五资算段 英国财政大臣要干啥 是不是给地方借贷的上额提高或灵活度 选一杯 对吧 allow greater government debt for housing 没问题 B还读不多 当然得读了 第二个选项 禁止地方政府 这个盖房子 正反混淆了吧 C选项 说准备去减少债务 错了吧 他要干的事不是减少债务 而是干嘛 而是给你债务可以借的数量的提升 我给你更多的信用额度 你花吧 先把房子盖了 再来看递选项 说 他release a lifted GDP growth first 是不是他发布了一个 lifted lifted GDP growth 一个已经废除的GDP的这种增长预报 哪有发布预报的事 那么原文当中确实谈及到了 说这个GDP可能会增加 是不是叫证据显示 他可能会增加6%的GDP 这并不是英国财政大臣做的事 主语发出的也不是他 听明白没有 那如果我这么说 我说请问财政大臣要干嘛 是不是多给地方借贷的限额 那我再来问你 盖房子会带来什么 GDP的增长 懂我说的意思吧 这个地方 连这个选项本身都不符合问题 再来看第六段 Ministers should also look at creating greater certainty in the rental environment 说部长们也应该去look at something 关注某事 是吧 部长们应该去关注考虑 创造出更加certainty 是不是叫稳定性 在什么市场当中 什么环境当中 租赁环境 很好 抬头看黑板 经济类文章 这个词也可能会考到 叫租赁环境 which would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something 你不背下来啊 写作文的时候 什么什么东西 对于啥啥啥啥 有一个重要的影响 是不是叫张三里斯 玩二马子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网五照六 对吧 说这个株立市场 怎么着 这帮人 这帮部长们 他们也得去关注 这个稳定性 对吧 什么的稳定性 株立市场的稳定性 株立市场的稳定性 咋地 有多少隔开 做一个非电性 非限定性定乘区来做修饰吧 说这个稳定性 有重要意义 对什么影响 ability 能力 什么能力 往前走 registerate 是不是注册 然后什么玩意 providers 提供者 to to谁 放的 放的什么玩意 新的development from revenue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 这会对注册供应商 把那些挣的钱 这些收益 用于什么 用于再次开发 有着重要的意义 也就是他的投资能力 啥意思 我这么两句你就听懂了 我现在是开发商 我想盖房子 通过这事挣钱 我也不知道这房子盖完之后 到底是赔还是挣 但是现在为啥我不知道呢 因为这一片 去年还一个月房子能租2500 今年年初一千七 现在又涨到两千八 我明年在盖的时候 你说我这房子要是不好租的话 我盖完要赔了 大厂 听懂我说的意思吗 因为一个稳定的租赁市场 实际上代表着房地产供求关系的稳定性 我不知道能不能理解 就买不买房子 咱先放一边 租房子肯定是刚需 能明白吗 所以这个指标实际上 它是更predical的 就对于人们的需求体现 是更加直观的 所以说稳定的租赁市场 也应该是那些 谁关注的 谁关注的 那些部长们所关注的 所以当你去考虑这个地方的房子 到底OK的时候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 如果你发现每个月的月租 这房子特别低 但房价居高无比 其实风险是很大的 听懂了吧 这大伙都买房子 满洲谁也不住 才会导致租金下降 听明白了吗 说吧大家都不住啊 我们都有空房了 最后租金一个月八百 这房子一平米二十万 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风险 很大的情况 好了 咱们不瞎扯乱了 给我来看 二十九题 三十九题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stable rental environment would 我们可以推理出 一个稳定的租赁环境 会怎么样 这不刚读过的吗 稳定的租赁环境会怎么样啊 A选项 降低注册供应商的成本 有降低成本的事吗 刚才你们读到有任何地方说降低成本 叫lower cost了吗 没有 排除掉 第二个 叫减小影响 减小什么的影响呢 减小政府干预的影响 无众生有吧 好 C选项 能够有助于方鼎 有助于投资 新的 开发的投资 对了吧 D选项 能够减轻部长们的责任 是不错了 所以通过比对第三个选项 跟刚刚所读过的其中的 第六战断 意思是完全一样的 尤其是跟第六战断 反正第六战断就那么一句话 这是完全一致的 好 第39题搞定 再来看第七段 第七段啊 其实难度不小 前面跟了个转折 说but it is not just down to the government down to the government 它在这里 被引申为依靠 由谁谁来负责 叫be down to 说然而这事不能 完全依靠政府 while these measures could be welcome in short term while a都好b 看a不看b ab没相反 看没看见 while 看见没 所以这句话的重点 一定是我画 黄线的后面 是不是这啊 你们能看懂我说的意思不 因为画框的词叫while 叫虽然吧 后面跟了个分句 来个逗号 逗号后边一定是但是 所以虽然a但是b 它的语言的重点 是不是就在逗号后面 然后我再来问各位 逗号后边的东西是啥 虽然但是 他不就是but 后面内容吗 只不过他没写but 你马上再往下想 but后面是什么 烤点嘛 所以这一定是我要做精读的 说虽然这些措施 在短期内是会受到欢迎的 然而 we must face up the fact 我们是不是必须得正视 这样的一个现实 这个现实是什么 现存的 是不是叫existing啊 就现在存在的这么一个45亿英镑的项目 of grants to found a new affordable housing set to expire in 2015 是不是当前的这么一个45亿英镑的这种资助新的经济使用房的项目 到2015年会expire这个词你认不认识啊 吃小食品的时候弄点什么进口的这个小食品是不是有个expire date 你的信用卡上也有这个吧 到期 expire 它表示最后一口气呼出去 就是啊 断气了 对不对 inspire往里边吸气 所以叫精神 所以这个词表示的是到期到2015年 and it is unlikely to be extended beyond them 是不是2015年之后也是unlikely to be extended 啥意思啊 是不是2015年之后也不大可能继续extended 不大可能延期进行了吧 就是延期不能叫延期进行 也不大可能再延期了 好 再来看 the labor party has recently announced something 说不叫工党最近宣称 宣称什么 it will retain a large priority for collision spending plans if returns to power labor party 画上这是英国政治的文章里常见的东西 英国工党 说英国工党最近宣称 it will retain 也会保留a large part of a coalition spending coalition spending 他指的意思是联合政府的开支 说如果他能够return to power 什么叫return to power 重新掌权吧 如果工党能够重新掌权的话 他说他将保留一大部分的联合政府的这个开支 the housing sector need to expect we are very unlikely to ever return to the era of a large scale public grants 是不是叫做房地产业需要去接受这么一个事实吧 需要接受什么事 我们很有可能不会再回到那样一个时代了 叫return to era 回到一个什么时代 大规模的公共拨款的时代 public grants 说白了 这明确的告诉你 我们怎么着 到15年以后 国家的这种大规模拨款怎么着 没了 而且很有可能不会再继续了 我们已经不会再有可能 或者很有可能回不到大规模公共拨款的年代了 we need to adjust to this changing climate 我们需要调整来适应 这个changing climate 字面的含义叫气候的变化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理解为 环境的变化 政治环境的变化 所以第四十题 这题你们一定能显对啊 作作认为 2015年之后 政府可能怎么着 是不是可能不再继续大规模的资助了 你就找这选项呗 implement 划上实施 对吧 more policies to support housing 实施更多的政策来支持住房 第二个 review the need of large-scale public grants 是重新审视 原文当中有没有这个大规模投资的事 有吗 大规模拨款 grants表示拨款 那我问你 他说的是 政府很有可能停止大规模拨款 可不是重新审视了 所以第二个选项 那个review是错的 第三个选项 renew the affordable housing grants program 是不是叫做继续进行 有人说老师renew怎么是继续进行的 我问你 你到图书馆借书 是我这本要续借用的哪个词 你到图书馆去借书 我这本说要续借 我怎么说renew the book 是不是继续进行这个政策 继续我们还走吧 那么其中的选项说 他会继续实施 经济适用房拨款的项目 说反了吧 你再来看选项 停止对于房地产业 这种慷慨的支柱 C和D是不是实际上是一个逻辑上相反的 对不对 C和D是不是逻辑上相反 好 你再来看 还有招呢 C和D逻辑上相反 A说实施更多政策来支持 逻辑上相反 两个相反选项里边 往往有一个是对的 A和D里有个对的 C和D里有一个对的 选D 其实要是对应文字而言的话 它对应的就是哪个文字 对应的就是哪个文字 来瞧这 是不是这啊 Very unlikely to ever return 好 它还对应了哪个地方 Set to expire in 2015年 后面跟他还是unlikely 看到没有 好 那么这篇文章 14年最后一篇 政治 经济 政策 混在一起的 我自己 你们自己做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 有点迷迷糊糊的 可是我一讲 你会发现 其实难度不大吧 So tell me why 为什么会如此 因为经济适用方式 个什么东西 我们不清楚 对吧 基础设施建设 好像也不那么大清楚 又不清楚 英国到底啥个政策 我们也不清楚 英国宽带 曼城那样 英国基础设施建 我跟你说 就那个酒店 全十多瓶 一个屋的 那屋小的 不能再小了 酒店窗户 这么宽 就这么宽 稍微宽一点的 这么宽 知道为啥吗 这个房子有三百年历史了 我们在建桥进修 就这么宽 然后那个楼 旋转的一个楼梯 这样一圈一圈上去的 扛着二十八寸的旅行箱 一圈一圈上去 没有电梯 我说咋没电梯 他说这楼四百年前盖的 明白我说的意思吧 所以你会发现 当一个国家在保留他自己古老的传统和文化的时候 很多现代东西接受的其实就挺慢的 包括其实一战和二战其实都有这样一个层次的原因 尤其是当德国 行了不多说了 就说到这你明白 大概英国的这点状况 你明白了吗 是一个相对保守 相对怀旧 还有这英国以前那种所谓传统荣光 又面对现代化冲击 无所适从的这么一个社会 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 好了 这些东西我们先聊到这 还是希望各位同学能多听听课 其实有的是我扯淡的地方 恰恰是给大家补充一些对于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有一些帮助的背景 大家时间快一点还是看一看 好了 2014年考验真题 我们就先聊到这